今天的主題會是Procreate所有功能的解說 所以以後如果你在用Procreate的時候 突然忘記什麼功能在哪邊 你就可以點回來這個影片看一下 今天的主題是Procreate超級基礎功能教學 那就開始囉 我們現在一起點開Procreate 現在是打開Procreate的第一個畫面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裝這個軟體的人 進來這裡之後應該會有一些 內建的一些示範的檔案 那進來之後這裡 這些都是畫圖的檔案 那我現在是有做一些分類跟群組的部分 所以我這每一個都是可以點進去的 點進去裡面會看到檔案本人 那外面這個是資料夾 那如果你沒有把它做分群組的動作 那它就會是單個單個檔案在這邊 在外面這個檔案的頁面 我們把它叫做首頁好了 在首頁這邊呢 每一個檔案你都可以把它往左滑 然後就會看到 分享、複製、刪除這三個選項 那如果按下去分享呢 裡面就有一些你要分享的格式給你選 那我先順便按一個Procreate 按下去之後呢 上面這些反正就是跟你用iPhone 或是iPad你要傳檔案的時候 會出現的畫面一樣你可以選擇要Airdrop 或是你要選擇上傳到你的雲端硬碟 或是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App 像是Line應該可以加進去 底下拷貝、傳送到檔案、儲存到檔案什麼 這些就是iOS的基本功能 那如果按下去第二個複製 那就是把這個檔案複製一次的意思 按刪除的話就是刪掉 那要怎麼把這些檔案變成跟我一樣有一些群組資料夾 這個樣子呢 在右上角這邊有一個選取 把它按下去之後就可以選這些檔案 就會出現藍色的小勾勾 那就可以按堆疊 它們就會直接變成一個堆疊 或是一個群組或是一個資料夾這樣子 那變成一個堆疊之後要把它拆開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就要點進去 那一樣再按一下選取 把三個都選起來 然後就可以按著它們 把它拿起來 然後放到堆疊這個字這邊拿出來 就可以把檔案拿出來了 那點選取之後呢 一樣可以看到右上方有分享、複製、刪除 那這個按下去就跟剛才王左華的東西是一樣的 那再來這裡有個預覽 預覽按下去就是可以 預覽一下這個檔案 那因為這個檔案我是做動畫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它現在會動 那除了按選取、再按檔案、再按分享 這樣子要點三下之外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用兩根手指頭這樣子放大 也可以把這個檔案打開它的預覽 把它放大預覽之後呢也可以左右滑 然後就可以看到旁邊的檔案 一樣兩根手指頭 然後把這個檔案 這樣轉 我把它從橫的轉成直的 那點開之後呢 這個檔案就會變成直式的 然後再來這個匯入 點下去之後呢 那它左邊就是會有一些你的雲端 你連iCloud的話或是你的iPad裡面有一些 譜片或是檔案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然後照片的話點下去 就會到你的iPad的相簿 然後你就可以從相簿匯入檔案 匯個笑臉 那它按完匯入會直接進到 打開檔案的這個畫面 那這時候只要按左上方的作品機 就可以回來首頁的地方 那按加的話就是新增一個空白的畫布 我按了這個加之後裡面有一些內建的 像是螢幕尺寸啊 然後下面有一些像方形 什麼A4 每個時期下載的Procreate 它給你的內建的尺寸都不太一樣 像我自己很常用方形這個尺寸 但是我發現現在蠻多人 打開之後是沒有方形的 但是比較常用的 像是什麼影片HD 或是A4這些應該還會有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就是按這個右上方黑色的加 你就可以自訂你畫布的尺寸 跟一些設置 進來設定的畫面之後 上面這邊可以設定你的畫布名稱 寬度高度這邊直接輸入數字 就可以設定你的畫布尺寸 那另外也可以設定DPI解析度 那這下面最多圖層這個是不能設定的 它會告訴你在現在的尺寸 還有解析度下有多少的圖層可以使用 接下來顏色配置這邊可以選擇 你要用RGB還是CMYC的顏色配置 那因為尺寸設定跟顏色設定 這些概念比較複雜 建議大家另外去觀看這兩支獨立的影片 來完整了解一下 如何詳細的做尺寸跟顏色配置的設定 再來這邊縮時設定點開之後 因為Procreate它有一個蠻方便的功能 它會自己錄你的畫圖的縮時 就是把你畫那張圖的過程錄下來 那就可以直接匯出 那縮時設定這邊呢 可以給你設定的東西就是畫質 然後品質這邊也是看你的iPad容量或是規格 你的iPad用得不錯的話 你可以開到無損或是工作室品質 然後這裡最下面有一個叫HEVC的東西 HEVC簡單來說就是它會自動辨識你的影片中 哪些部分是有在動的哪些部分的畫面是靜止不動的 藉此去減少你影片的檔案大小 那我這邊預設是沒有打開的 大家可以自行決定要不要把它打開 在新增畫布這邊最下面的畫布屬性 這裡就是給你選背景顏色背景要不要隱藏 那這個是進到畫布裡面之後都還可以再改的 所以基本上我不會去動它 你可以一開始就決定好檔案打開之後 背景要用什麼顏色 然後決定你的背景要不要關起來 最後按下右上方的建立 就新增好第一個畫布了